一项已培育未来亚裔青年领袖参与美国公共事务的实习训练 了解如何为亚裔社区争取权益的2014年亚裔公共实习计划 上周悟由国际领袖基金会执行长董继琳 在休斯顿中国城的西尔顿花园旅馆召开记者会 和全美15个分会连线 同时宣布新年度的实习计划开始接受报名 繁金审核获选参加实习计划者将于2014年暑期 安排进入美国联邦政府部门进行为期八周的实习 除了所有费用将由国际领袖基金会负担外 每位青年学生也将获得2000元的奖学金 国际领袖基金会主办的2014年暑期公共事务实习计划 上周五11月1号在休斯顿由执行长董继琳 连续全美15个分会正式宣布开始受理报名 获选参与实习的青年学生们将在暑假期间 进行联邦政府各行政部门展开为期八周的实习 所有费用将会由国际领袖基金会来支付 同时还可以获得2000元的奖学金 申请表格可以到国际领袖基金会的网站下载 国际领袖基金会今年第二度入选为联邦政府慈善活动 最佳慈善事业组织名录 成立15年来 积极培训和激发亚裔青年的领导潜能 协助亚裔社区争取更多权益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看到 一个年轻人他到了DC闯出了他的天下 那么他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信息 就是将来我们的这些孩子 不管他从事哪一个行业 他只要愿意跨出这一小步 将来就是一大步 董基林强调 学生了解政府的公共政策 并不代表未来就一定要从事公职 而是在各商业领域成为一名领袖时 所应具备对政府政策走向的一个敏感度 我们最主要是希望鼓励学生 他对公共政策有兴趣的来参与 可是事实上 我们并不是希望这些学生 将来一定要做联邦政府的雇员 或者去做民选的官员 有的在我们学生在他的专业领域中间 或者是律师 或者是会计师 或者是医生 或者是其他的在财务方面 或者是经济方面发展的 这个profession 他也是必须要了解公共政策 那么因为将来如果真的要做leader的话 你一个医生来讲 他如果做了医院的院长 如果一个教授来讲 他做了大学学生的大学的校长 或者是说在律师方面 或者是他们做了将来的commissioner 这个委员 他都要必须了解公共政策 所以实际上这个公共政策 我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讲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 young professional 就是你必须要成为领袖 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了解现在在你的专业领域中间的 那个policy的走向 报名学生资格是GPA要在3.0以上 需要是美国国籍 父母其中一人是华裔 这次报名的截止日期是14年的2月1号 华人需要进一步了解 可以到网站查询 网站地址 3w.ileader.org 再费暂地址